系指康林街885巷里头沿途都有设置 人行通道还有水沟 不过中间有一段塌陷的相当严重 社区居民一直都很担心有安全方面的疑虑 只是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呢 本来社区是找了济世工会来鉴定 发现建筑物是没有问题的 认为是水沟断掉了 造成底下土石不断的被掏空 在6号这天早上 公所也出动了怪手机具 挖开了水沟 发现水沟是平的没有问题 接下来的社区也将会先处理好 社区本身的塌陷状况 公所在进场将这一段老旧沟盖进行重谱 6号一大早包括怪手机具及施工人员 是来到了系指康林街885巷 进去了这处社区 现场也有好多的居民出来关心 主要是因为路旁都有设置人行道及水沟 但是到了中间这一段却严重塌陷 连住家门口都有长长的一道裂缝 就担心会有安全问题 只是几次的会刊也找了专业技师工会鉴定 发现建物结构没有问题 所以社区也怀疑可能是水沟有一段断掉了 才会不断的掏空底下的吐石造成塌陷 虽然这一段水沟老旧要重做 不过还是得先釐清下陷的原因 所以供水调来机具把水沟挖开 今天我们来看是说 确定一下它的水沟是不是有整个凹陷 还有断裂之间 不过刚刚挖开以后 看的是它的水沟是好好的整平的 所以说我们预计就是等他们 住户的那个下陷的问题解决后 我们再来做水沟上面的修复 打开水沟盖 我们的水沟都完整的 这代表说我们的水沟 不是因为我们的水沟倾斜 而影响整个主体 当天包括议员抓领服务处里长都来关心 只是挖开水沟盖发现 底下水沟是平的并没有损坏的状况 所以社区一楼外墙裂缝 以及人行道塌陷 问题并不在水沟身上 所以会看也决定请社区先处理好塌陷补墙 公所在进行施作排水沟 目前我们管委会先研绎 塌陷的部分先盖我们私有地的部分 我们自己会先施作 再请公所来施作水沟修平的部分 他们单位先把自己先把它整平之后 我们公所在进场的时候 在这拉这个水平水沟盖重做 重做的时候这样比较漂亮也比较好 把水沟盖再护原回去 等到我们这个屋主把这个下面的回田的工程做好以后 我们随后再来把整个水沟来换新 从今年初会看至今也过了大半年 中间找专业技师鉴定 到现在挖水沟厘清全责 接下来社区也将针对怎么整修盐商 尽快将塌陷及裂缝补枪 借着公所进场来施作这段老旧的排水沟 让整体环境变好也安全 就从惠林细致采访报道